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降低风险的一个途径 那么降低风险 使海外的旅行航行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安全 那么这些知识 这些技术的总和 我们把它叫做航海的科技 在我们讲的这个时代 也就是从汉唐之间的这个时代 中国的航海术 航海科技 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的 那么 同时呢 我们其他的民族 周边的民族 我们航海交往的对象 他们的这个航海术 他们的进步 对我们中国 古代的航海家 对我们的先人 也有启示和促进作用 那么这样呢 这个我就分几个专题来讲 第一个呢 就是风帆 我们前面讲到 在这个依靠自然动力 进行航海的时候 那么 除了洋流之外 另一个动力就是 就是风 那么而且呢 风帆的发明 使得这个 风帆对船的 得到的这个动力 比洋流要大得多 所以 所有的航海家 所有的造专家 在古代都非常重视 这个船的 帆的盖进 帆的使用 在三国时代 有一位 这个 官员 他是丹阳的 就是我们江苏 丹阳的一个太守 他的名字叫万镇 一万的万镇东的镇 他写过一部书 叫做南州异物质 南方 这个 很稀奇的东西 他提到 说 西外 外西人 也就是 外帆 外国人的船 有大有小 那么有些船 甚至 装了 四个帆 装四个帆 那么而且呢 在这个航行的过程中间 那么这四个帆呢 并不是都是正的 向前 撑着的 都是斜的撑着那个地方 这样呢 便于他们取得动力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 虽然我们航海的时候 航海家知道 秋冬季节 从东亚大陆出航 利用西北风 东南 到了春夏季节 向北航行 回到家乡 要利用东南风 但是有两个因素 第一呢 就是风 并不总是正南正北的 可能是西北 风可能 风向是 是斜的 是不是 第一 第二呢 你要去的目的地 不一定是正南正北的 你可能是偏东 可能偏西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航海家 已经发现了 这个风呢 这个帆 当你是测风的时候 这个帆呢 并不正对着 这个风 你把它斜过来 这样呢 这个风力 侧过来 吹的时候呢 你就能得到一个分力 把你这个船 斜的往前推 这是第一 如果你碰到了顶峰 那么也可以 通过调节这个帆的方向 把其中的一个帆 变成了侧风 侧的 这样呢 这个吹过来的 这个侧面吹过来的风 被这个帆阻挡了以后 反射到 风力啊 空气力 反射到前面那个 翻上去 把船能够推动 这是万正说的 那么当代的 我们航海家 从事航海人都知道 如果碰到了顶峰 你使用侧帆 让那个船呢 斜的这样走 走过来以后 再把帆斜的这样 再这样走 走枝子形的路线 航程加长了 最后能够 仍然能够 到达你的目的地 所以 硬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 这个古代的航海家就知道了 第二呢 这个航海家 这个文献中间 这个万正还提到 这个翻的 这个设置啊 它并不是上下一样大的 那么翻呢 是上面小 下面大 当你呢 这样 当你这个大风来的时候 那么由于你下面比较大 比较强的风 兜住这个风呢 它是在这个翻的下部 这样船的重心就比较低一点 如果你很高 很可能把你船就给 就给你轻浮了 这都是古人 在自己的航海的过程中间 得出的结论 万正讲的 是他看到 外翻的船的 外国人的船的经过 那么当中国的造船业的人 看到了以后 对中国的造船业的人 是有启示的 那么这是第一 由于有了 了解了季风 由于有了 这个史番的技术 所以在两个比较繁忙的 比较繁忙的 两个港口之间 一般人 他就 他就知道这个船 多长时间能够到 他并不像今天 我现在我要走路 走到长沙去 我不知道我要走多久 他知道 航线是固定的 船数大概也是固定的 在一定的情况下 大致多少天 能够到 这个我们叫船期 船期是非常重要的 对安全性 第一呢 就是你 随船行的人 知道自己要带多少天的 给了 这个古代的航行 和今天不一样 古代的航行 是我们讲的 吉利棒式 一站一站的 如果没有新鲜的素材 没有新鲜的给养 会得坏血病 必须要补充淡水 所以他必须知道 一站一站之间 要走多长时间 那么我们从发现 转中间我们就知道 发现 从今天加尔格达附近 印度的东北 走到 这个 这个 十字国 走到斯里兰卡 他预先上船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大概需要十四天的时间 他从 找啊 这个 航行 到达中国 他知道如果 他知道 他是想到广州 但是 在不能到的情况之下 他必须有所 预备 要有水 要有树枕 他准备了五十天的 给养 啊 那么另外呢 这个当时的文献 还有记者 就是从啊 这个印度的 这个西部啊 啊 那么 坐船 如果一条船 要有七个帆 帆越多 船速越快 啊 船大 那么七天 就能够到大秦国 大秦 就是 罗马 罗马 罗马地区 啊 那么这是第一 航海科技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改善航海 使它更加安全 靠的是 这个风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 对这个 海外 地理知识了解 我们知道 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地方的 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这一点 对于这个航海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海外地理知识的增长 在 隋唐 在 在 汉唐 之间的时间 得到了 啊 地理知识 极大的丰富了 而在 正史中间 在 这个 民间边串的 杂书 野史和个人 住宿中间 都 提到了海外的 情况 记载 风土人情 记载 政治 那么 当时 这个 除了中国的文献 记载 东南亚 记载 印度 伊万 古罗马的 罗马帝国的 大秦的 学者 也 记载 东方 那么最重要的 两位 学者 一位 就是 古罗马的 历史学家 叫阿里安 他写过一部书 叫做 印度志 第二个呢 是一个 希腊人 古罗马帝国人 叫斯特拉波 那么他写过一部书 叫做 地理志 那么这两部书 中间 都有 关于 孔雀王朝 关于 印度 关于 亚洲的记载 但是 这些知识 的丰富 程度 是不如 汉文 历史文献的 我们中国 这个汉 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民族 和 我们自己的 周灵的民族 相比呢 我们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 有中国人 中国人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就中国人 比较实际 有一个 重要的体现 就是中国人爱记 喜欢写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记家 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子 那么所以呢 中国古代有 家古文 有悲鸣 有观修正史 有斯家 爷史 有家谱 这个 人物传记 佛教寺院中间 有高层传 地方还有地方 志 等等 这样呢 造成中国古代的 汉文的文献 是极为丰富的 那么我们 对比中国和 印度两个国家 印度人是我们 重要的邻居 我们的佛教 就是从印度传来的 但是中印 两个民族 就有很大的差别 印度人非常 富于想象 编这个佛教的神话 编的天花乱坠 编的这么多故事 中国人就太实际了 除了古代传说的那些 什么 后裔 舍日 长额奔月 我们的神话并不太多 也不太曲折 所以中国人 佛教一传进来以后 中国人就被迷住了 这么复杂的故事 这么吸引人的故事 但是呢 印度人因为 太富于想象力 没有中国人这么实际 所以印度 古代的印度 很少有历史文献 他们讲的都是虚幻的故事 你要了解印度 古代的历史 对不起 他没有文献记载到 相反 中国 那些求法高僧 那些和尚 到海外旅行的和尚 留下了这么多记载 那么这些记载 造成了今天很多 研究印度历史的学家 都这样讲 没有中国的历史文献 古代印度的历史研究 就不可能做下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在北京的北京大学的时候 纪仙林教授跟我讲过好几次 在某种意义上讲 古代印度历史的构建 是建立在中国文献的基础上的 我们海外的地理知识 中国文献中间 对印度和受印度影响 受佛教影响的国家和民族的描写 就是海外地理知识的一部分 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能忽略的 不光是我们的财富 也是我们整个亚洲和世界的财富 他们离开了这个文献 他们不能知道自己过去的情况 那么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后汉书的《西域传》中间 就讲到了一个贵双王朝 贵双王朝是在中国古代 把它叫做大肉汁 他们曾经是匈奴的邻居 居住在敦煌和祁连之间 在今天的河西地区 由于受到匈奴的压迫 他们就细迁了 先迁到了今天的伊犁河 今天的中亚的事业船 到我们今天新疆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这个地方 那么汉武帝为了打匈奴 还曾经派张建初使过 他们呢 张建到的 他们已经迁到了 阿姆河以南的地方 到达了今天阿富汗 他们建立一个 这个贵双有五个贵族 中间有一个贵族 统治的土地叫做 叫做贵双西侯 他建立了一个王朝 就是贵双王朝 统治了 阿富汗和北天族 就是今天印度的西北部的地区 那么这个北天族 不但和中国交往 也和大秦和罗马帝国交往 关于贵双的历史 在中国的文献 和佛教的文献中间 那个高僧的记载中间很多 那么高僧还 这些僧人 汉文文献还曾经记载到 说贵双由于和中国内地 陆路往南 受到了阻碍 分成了很多王朝 贵双人 通过海陆 和东南亚 和中国往南 那么这个贵双 我们史书中间 有的人 有些人作者把它写成叫肉汁 仍然用肉汁 有的人 把它写成贵双 贵双到中国来的和尚 一般 我们中国对外国人 人民要加以区分 我们一般 把他的国民 把他的民族 放在最前面 如果是个印度人 我们就说他族 天族的族 族某某 如果是贵双人 如果是大肉汁人 我们在他的名字前面 加一个汁 党汁部的汁 汁某某 汁就是肉汁的意思 那么这是 这个 我们讲的 正史中间 后韩书 西域传中间 正史中间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材料 这个古代和中国往南 除了史书中间 记载的事情 我们讲的原始文件 是最重要的 那么 这个 当时的南朝 一个著名的学者 沈约 一个文人 约定的约 沈约 他写的是宋书 宋其良辰的 宋书 宋书中间 他写的宋书中间 他就保留了 两封 这个 广义的印度 古天竹 给当时的 这个 宋文帝的 国书 一封呢 是 狮子国 今天的斯里兰卡 来的 那个国王呢 叫沙利 摩科南 他写的一封国书 第二封呢 是 也是同一个年份 就是 元家五年 公元 四百二十八年 这个 天竹的 释迦牟尼诞生的 那个国家 加比利 就是加比罗魏 那个国家 今天在 尼泊尔 北天竹这个地方 那么 他的国王 越爱 越亮的越爱 那都是翻成汉文的名字 给宋文帝的国书 那么很可惜的呢 是这两本国书的 原文我们没有了 我们只有他汉文翻译的名字 汉文中间讲 说我们和 这个南朝之间 时通消息 就是 时不时的互相是通消息的 那么这一点可以 让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 中国南方的宋记良者人 这些王朝和海外的亡国之间 是有的固定的官方的 往来的 使者报聘 这是我们讲 那么另外呢 除了这个还有 杂史 私家著述 比较著名的 就是 三国时代的 一部书叫做 《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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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略》